你要减碳 所以你有很多大量需要煤的活动 都会被迫减少或者停止 而且将来这些钢铁这些铜生产出来之后 因为你还是用了很多的二氧化碳来生产 所以你要付碳税 所以你的成本会升高 因此将来是两个角度 一个角度就是因为它的生产的成本 它的供应量在排碳的要求之下 生产成本提高 排碳这个供应量减少 一个就是将来这个碳税加进去之后 让它的这个价钱拉得更高 所以这两样东西的这个价格上升这个趋势 今年要投资的人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你必须要先在心里面打个底 就是我以利率3%做基准去投资 凡是低于这个的我都不要 凡是我不能够在这个利率之下负担的 我也不要 先用这样一个打个底做基准 然后再决定我要去买什么东西 尤其是在通膨发生利率升高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这个投资的这个报酬率就变得很重要 如果你买的这个股票的这个企业 它的质利率是很高的 它一向5% 6% 那你就不用担心通膨造成什么影响 或者有些企业呢 它的产品在通膨的时候反而会价格会涨得更快 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样的产品 但是如果是人均GDP很简单 就是国民所得用人口去除 就是人均GDP 就每个人平均分到国民所得多少 这很简单的概念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跟日本相差蛮多的 但是日本的一个研究所 他估计 他说到2027年南韩就会超过日本 2028年台湾就超过日本 那当然听起来是蛮高兴的事情 问题是是可能吗或者不可能 你要问这个问题呢 你首先要问它怎么算出来的 它一定有一个假定的模型 结果你看这个假定就哑然失笑 他说假定从现在到2025年之前 日本的每一年的经济成效率都是2% 但是呢南韩 那滞胀的话就是 一边经济停滞 一边通货膨胀 那美国现在有通货膨胀 但是经济没有停滞 所以美国没有滞胀问题 那如果到了这个强力的升息缩表的时候 把物价压下来了 美国会不会同时又通货膨胀 又经济停滞呢 大概会发生一样 如果能够把物价压下来 那就不会通货膨胀了 那如果我因为压物价 结果让经济停滞了 那就会有经济停滞问题 最后还是只有一样 经济停滞 而通常呢 如果你压物价压到经济停滞 那美国的这个总统都是 那最近就是所谓的钢铁啦 铜啦 还有这个原油的价格 其实大家一直认为说这个原物料的走势 是不是会持续的走扬还是会走扁 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钢铁的部分是因为基础建设 就是不管是美国中国大陆都开始加大基础建设 那这个铜的部分是因为电动车的电池需要铜 然后原油是因为可能到时候疫情开始趋缓之后 它一定会带动油的需求 所以这三个大家会认为说油可能是会走扬 所以老师觉得说这未来是会走扬 或者是往上走的趋势其实不会那么长期 它只是一个短暂性的因素吗 我们先讲钢铁跟铜 这种重要的金属它的价格将来是一定走扬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减碳 因为你要减碳 所以你有很多这个大量需要煤的活动 都会被迫减少或者停止 而且将来这些钢铁这些铜生产出来之后 因为你还是用了很多的二氧化碳来生产 所以你要付碳税 所以你的成本会升高 因此将来是两个角度 一个角度就是因为它的生产的成本 它的供应量在排碳的要求之下 生产成本提高排碳这个供应量减少 一个就是将来这个碳税加进去之后 让它的这个价钱拉得更高 所以这两样东西的这个价格上升 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几个行动是正在进行 而不是结束了 那至于钢铁还有一个原因 像你刚刚讲的 这个美国的基础建设 但是呢 在中国的原因就不一样了 中国的原因是因为 它在各种强力的腰指下 它现在呢 很多这个煤的这个生产 炼钢的这钢厂都关闭了 所以中国大陆 它是因为它政府的强烈的要求 所以它的钢铁的供应量减少 而钢铁供应量减少 当然它就带动 就是不只是大陆 就是全世界的钢的价格都上升 那至于原油呢 原油的情况就是 它一方面取决于 刚刚讲的需求 一方面取决于供给 那在需求面呢 当然在疫情如果缓和之后 大家都开始要开车啊 或者出油啊或者等等 它会使得需求增加 但是呢 今天呢 因为排碳的关系 所以原油的耗用 被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排碳的元凶 所以将来会各国都会用各种方式来限制用油 比如说将来都是电动车了 都不用汽油了 这个部分的影响呢 会影响到将来的油加 所以油它的这个价格的走势呢 是上下两面的力量都有 向上就是这个疫情减轻 就是大家减少用油的东西 所以比较难看清楚 所以大家在投资理财或者是买房上的话 2022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我想我们前提过好多次了 就是利率升高的这个速度跟幅度 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如果联组会升息 升得很快 然后呢 又同时进行缩表 它可能会使得市场利率 可能比联组会的那个速度还要快 更快升高 那如果是我们刚刚说 这个1.25 假定升到2.5 或者升到3 那个幅度就升了100% 那就会造成很惊人的这个后果 这后果就是 有很多在过去 你在选择投资或者买房的对象的时候 你是以1.25%的这个利率去计算 所以在当时你觉得这很划算 它的报酬率2%很划算 但如果今天你发现利率是3%的话 它就一点都不划算 所以你可能就要脱手 那另外就是当初你买房的时候 你认为利率永远是1.25 结果你就把你的薪水的一大半拿去 买房子 不利息 现在你发现利率加了一倍多了 你薪水已经不够支付了 你只好脱手 所以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出现 这是今年要投资的人 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你必须要先在心里面打个底 就是我以利率3%做基准去投资 凡是低于这个的我都不要 凡是我不能够在这个利率之下负担的 我也不要 先用这样一个打个底做基准 然后再决定我要去买什么东西 尤其是在通膨发生利率升高的 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这个投资的这个报酬率 就变得很重要 他们说那些水平部的水平 凡是凡是低于 molto薄的以5 heard e they said that the economy is still on solid ground unemployment has improved grossly uh they did mention in a separate note about the balance sheet saying that over time they will deal with that 所以我认为这个市场非常舒服 知道市场会抗费账 但同时是在均衡 无法反应 因为市场真正的问题是 多少价格是在市场 如果你买了这个股票的企业 它的值利率是很高的 它一向百分之五百分六 那你就不用担心通膨造成什么影响 或者有些企业 它的产品在通膨的时候 反而价格会涨得更快 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样的产品 但是如果是它原来就是 获利率很低 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你就不要去碰它 因为它可能会首先被市场抛弃 老师因为我们看起来 这个所谓的通膨以激起来算的话 今年的上半年 它可能是因为去年的基期低 所以看起来上半年或许它的通膨数据 还是会蛮惊人的 所以可能升息这些缩表速度 可能就是会加快 可是下半年它因为基期拉高之后 它的通膨数据看起来就会变得趋缓 大家就可以比较放心吗 就是在前面它升息缩表之后的重挫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一些 感觉它的殖利率是好的 然后在下半年那个通膨趋缓的时候 它说不定就可以有成长的力道 如果您的肯定要看起来 you got to keep your head cool and you got to look for opportunities you got to build your watch list of all the stocks that you wanted to own before and that are that are you know are really good you know that make money and look to start to slowly buy them right if you're a longer term investor that's what you need to do you need to start to put some money to work now can the market drop another 10% absolutely but if you slowly dollar cost averaging into some of these really good names then you're going to get really good value on some of these names where people were paying 10 20% higher a couple weeks ago for it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戰驚週報是中天財經頻道製作的節目每週六日晚上6點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也會在這個中天財經頻道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有個馬開小教室的單元都是把觀眾想知道的答案特地製作出來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裡頭播出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喔 而如果大家想要掌握這個最新的訊息的話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裡頭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通膨通常會有一個僵僱性因為一旦通膨發生了譬如說現在升到7%了那你開始要去僱人啦要去買東西啦 這個時候你都會先估算我應該是要用加上7%的這個價格我去找工作或者我去僱人或者我去買什麼東西 所以一旦大家都開始把這個通膨算在它的預算當中就是它關心的不是明目的這個價格 而是真實的價格就是扣掉通膨以後的價格的話那工資都會往上升那物價也都跟著往上降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如果你的通膨壓力並沒有消除它就會在這個基本上再往上加 所以並不是說因為去年的這個機器比較高到了今年所以它就不通膨不是這樣就是它的這個僵僱性就會使得一旦它的這個價格調整已經跟市場全面都融合在一起了 那個時候呢你的基準就不是7%的通膨而是零了已經歸零了要在這個歸零期上再繼續再加新的物價上升率 所以並不會說因為這一年的通膨比較高明年就變得很低或者明年變通縮好像沒有看過這樣的現象 我們看到的是只要通膨發生了那價格就持續不斷再往上升 所以他就說那個民生消費的物價其實只要上漲之後就不可能再跌回去 所以變成是說我們看一個基本的通膨數據其實不是很準因為它是跟去年比 所以我們可能要去看實際的物價造成我們在工資上面的影響 那工資又會聯動的影響到物價它是一個互動的關係 所以如果這樣子它一直往上墊高的時候我們可能實際上的這個要花費的金錢就會更高 所以它實際上在市場上的走勢可能就不會像通膨一樣說因為去年激起低就變趨緩這樣 對就像你剛剛講就是民生物價一旦上升就不會降低為什麼呢 因為當它上升之後你開始在雇人在買原料或者在跟它做相關的交易的時候 你都會說這個價格已經是這樣了我不可能賠本賣給你 我也不可能賠本去給你工作 所以你就必須要把這個物價上漲的部分要補償給我 一旦補償之後工資就上升了原物料價格也上升了 所以大家就又拉在一個新的水平上 而在這個時候還是有外力加來就是貨幣還是太多了 或者疫情還在發生了或者減碳造成成本上升等等 所以你說它是在這個基礎上又繼續往上加 所以應該不會說去年氣息高去年就沒有通膨大概不會這樣 而且再加上說到時候如果就是市場流通的這個美元變少的時候 因為資金開始緊縮所以它的利息還是會往上 那到時候影響這個利息主要的因素就不是通膨而是這個資金 所以可能這個利息還是會往上不會因為通膨回復看起來數據正常 而這個利息不會有浮動 它到時候可能還是會看資金的情況 對 看資金供求 所以我們到時候可能不能只有看通膨的數據 我們可能是要看資金的供求 然後影響這個升息的幅度 然後再來參考說我們手上的資產到底要怎麼樣去做操作 應該說通膨的這個因素它是一個被動的 就是只要通膨發生了利率就在它之上 其它因素是在這個上面再添加的 一個人在賭者會讓人家賭注定 那裡有很多錢的方法 讓人家賭注定 肯定的方法 有空間的金融 不想讓人家賭注定 這肯定的目的方法 要爭取出的這東西 是否收到賭者 這不是不足的方法 讓人家賭注定 有空間的錢 有空間的錢 這肯定是很貴重的 負責 沒有負責 負責 这些人均超过负败 就每个人平均分到国民所的多少 这很简单的概念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跟日本相差蛮多的 但是日本的一个研究所 它估计 它说到2027年南韩就会超过日本 2028年台湾就超过日本 好 那当然听起来是蛮高兴的事情 问题是 是可能吗 或者不可能 你要问这个问题呢 你首先要问它怎么算出来的 它一定有一个假定的模型 结果你看这个假定就哑然失效 它说假定从现在到2025年之前呢 日本的每一年的近日成长率都是2% 但是呢 南韩是6% 所以南韩就在2027年就追上它了 因为南韩现在跟它的差距比较小 那台湾呢 每一年成长8.4% 所以我们晚一年 2028年就追上了 问题是 你相信吗 台湾会到8.4%的成长率吗 我们当然说我们今年表现得不错 但是你要问去年跟今年的机器有差 对不对 然后到了明年会如何呢 而且现在是因为台湾出口超强 而超强原来是因为大陆出口超强 可是到了明年呢 如果大陆出口没那么强 台湾出口会怎么样呢 今年假定RCEP的运作 又让台湾的出口受到阻碍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模型都是假定的 本身呢 是很值得怀疑的 所以它的结论当然也不值得参考 但是要说台湾跟日本的这个所得差距会这么大 我们怎么追得上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台湾的人均所早就超过日本了 而且早就超过韩国了 不但超过日本 超过韩国 也早就超过德国 法国 意大利了 你相信这个事情吗 完全没有感受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个排名表 台湾排到第13 然后日本大概排到第17 是怎么算出来呢 是用购买率评价 这个就跟刚刚讲的这个CPI有关了 购买率评价呢 也是一个物价指数 但是呢 他不是只管消费者 他是把全部的商品都拿来比较 当然还是一篮子商品了 就这个范围变得很大 当然有人 譬如说 有人喜欢用这个大麦克指数 那就是一个购买率评价指数 就是我把美国一个大麦克 卖多少钱 台湾卖多少钱 日本 但是大麦克到底不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所以他选了一篮子商品 他认为有 这有代表性 可以代表一个国家 他真正的购买率 然后他这样去比较之后 他发现 用这个购买率评价去比较以后 发现台湾物价太低了 台湾物价跟南韩相比 大概差一倍 所以如果台湾跟南韩 明目的人均所得 如果是差不了多少 但是物价差一倍 你把那物价差一倍去掉以后 台湾就好得不得了了 所以就是用购买率评价去算 台湾的人均所得 从来就没有输给南韩 我们是在2004年被他超过 但是事实上是从来没有被超过 我们始终高于他 而且我们高于日本 高于法国 高于德国 高于意大利 那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物价实在是太低了 无人物价太低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谈那个问题 我们的国家迷信低物价 我们国家长期控制 重要民生物资的价格 我们国家用尽力量去把水价压到最低 把油价压到最低 把电价压到最低 是我们的国家造成这个结果 那又怎么样才能够改回来呢 就放手一次让它涨足 对 如果放手一次让它涨的话 这个情况会很快就改善 但是你不能说 我全部的商品都放手 所以要放就放 电价 油价 水价 放到什么程度呢 放到跟国际的平均一样就好了 那是很大的差距 那如果我们把电价 水价油价放到跟国际平均水价 它有什么好处呢 那第二好处就是 台湾缺水 可是浪费水 台湾缺油 我们不生产油 我们浪费油 台湾缺电 我们浪费电 所以为什么浪费呢 我们这个耗水量 耗电量 耗油量 都是排名在先进国家之前的 为什么呢 太便宜了 我就随便用啊 尤其是水 台湾水价这么短期 常常就水荒了 但是水费低到这个程度 所以大家随便 水往后开着 让它一直流 所以台湾其实是 政府用低价 纵容人民浪费宝贵资源 那如果让它回到国际水准的话 你还敢这样浪费吗 你不敢啦 你一定要用最省电的方式 最省电的产品 然后用最省水的方式 用最省能耗的方式 结果台湾的产业的结构 都会因此要改变 因为你原来电太便宜啦 油太便宜啦 水太便宜 所以用水用油用电 特别厉害的产业 在台湾就起来了 相反的要节电的产业 要节水的产业 要节油的产业 没有人要 因为我节了半天 不划算啊 我还不如就是 直接就用水用油用电就算了 所以台湾的产业结构 整个是被扭曲的 是被误导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它其实节贫继富 因为谁用电最多 谁用水最多 谁用油最多 开那个最大的车子 我那住最大的房子 我每天的电器用品 全部都打开的 那是什么样的人 那是富豪啊 对不对 那住的是豪宅啊 开的是名车啊 我们让他用最低的水费 电费 油价 去养这些东西 所以等于是全民一起拿钱 因为到最后 油石油公司赔了 谁付 我们老百姓付 然后台电赔了 谁付 我们付 那谁不够用了 谁负担这个成本 我们付 这是我们苦啊哈的 在养这些大富豪 让他们去挥霍 你说公平吗 不公平 老师那像 这些一次涨足的话 就变成是 民众生活 就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震动期 可是相对的 它的优势来讲 就是因为 所有东西就会涨 所以连带的 我们的工资也会涨 是这样子吗 对 当然 但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困难 就是 我一次都涨到 国际的价格 但是呢 台电 中油 或者自来水公司 都会 收入都会大增 对不对 我现在就把这个收入拿来 平均分给全体 人民 不论 哪里老幼 你就适于台湾的人 你就分一笔 我就全我平分下去 这个时候呢 每一家 他所负担的 水费 电费 油价 可能还比过去还更少 对不对 而且我们可以说 就是浪费电的那些 我们就不给啊 不补给他 当然就是啊 就是 当我平均分配的时候 我就等于是 你浪费了 你按照国际价格去浪费嘛 你不用补贴价格浪费嘛 然后呢 你还付那个国际价格 但是其他人呢 因为我把你的 额外的收入 全都平均分配了 所以大家 真正交的钱 会比过去还少 而且这不是 发一次 每个月都发 持续不断地 每年 年年发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它反而产生一个作用 就是 所得分配 反而会变得比较平均 另外一方面就是 等于是 每个月都在发振兴券 所以 这当然是一件 大家都得到好处 那只有那些大户 这个 苦哈哈的事情 这不是 当然是一件 大家都喜欢的事情吗 老师有一个啊 就是他在问说滞涨的问题 那美国经济到底 会不会走入这样的情况 那滞涨的话就是 一边经济停滞 一边通货膨胀 那美国现在 有通货膨胀 但是经济没有停滞 所以美国没有滞涨问题 那如果到了 这个强力的升息缩表的时候 把物价压下来了 美国会不会 同时又通货膨胀 有经济停滞呢 大概会发生一样 如果能够把物价压缩来 压下来 那就不会通货膨胀了 那如果 我因为压物价 结果让经济停滞了 那就会有经济停滞问题 所以还是只有一样 经济停滞 而通常呢 如果你压物价 压到经济停滞 那美国的这个总统 都是很仁慈的 他会立刻说 马上放掉 不要再缩表了 不要再生 不要再生息了 马上 要好宽松 所以这个通膨跟 这个经济成长又回来了 所以那也不用担心 所以那也不是智障 那真正担心智障的国家呢 是中国 因为中国现在通货膨胀压力 已经很大了 但它内部呢 又碰到就是房地产 要垮 地方政府的债务 还不出来 然后呢 又要限电 要压缩制造业 这些问题其实是大陆今年 所碰到的最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有人估计说 它可能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经济成长流贷只会剩下3% 而且观光来说 它是要保五 但是保五那已经是 三十多年来的最低的一次了 过去都是保九 保十 保八 保七线 保到保五 保五表示五不见得保得住 所以如果通货膨胀 压不下来 而经济又陷入 保三保四的这个状态 那就叫智障 所以中央大陆是 比较有可能发生智障的地方 可是它如果还是能够 在3% 4%的成长 就还算OK吗 对中央大陆来说 可能是不算 因为我想说那还是有成长 因为日本只有2% 日本的2% 还是期期第一所造成的 所以日本在过去 也不是智障 那就是停滞 也它一方面通合紧缩 一方面经济停在那里不动 它只有一样而已 所以也不算智障 对 真正智障是发生在 1970年代 能源危机的时候 能源危机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全世界都受到这个打击 突然经济都停下来了 但是油价突然调高那么多 把所有的物价都带上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叫智障 那那个情况 好像后来很少出现过 新兴市场如果也持续升息 然后而且速度比美国还要快还要高 是否可以留住资金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跟英国一样 不管是不是新兴市场 只要是比美国都还要早升息 其实而且是单独升息 其实对他们而言 其实是很不好的 对 其实新兴市场 它在美国缩表之后 它最担心的就是资本外流 如果资本外流 它的外汇又不够 它最后挺不住那个贸易逆差 它就会发生严重的贬值的问题 整个经济会被拖垮 不过这个现象 按照一些分析 他们认为现在情况可能比2013年要好 因为现在新兴国家 他们一般来说 他们的金床账都是有正面的 有顺差不是逆差 但只有少数的国家还有逆差 所以这些国家大体上是挺得住的 所以如果美国升息了 他们被迫要跟着升息 同时资本有外流 它又挡不住的话 大概还可以撑得下来 这是大家对于新兴市场 目前的比较乐观的判断 所以他也跟着升息 然后升息的幅度比美国还要快 这样是好吗 当然就对他国家打击就比较大了 因为升息本身就打击到原来的投资 原来的消费 因为想说升息的话 资金不是比较留得住吗 对你为了留这个资金 你要牺牲你的经济发展 牺牲你的产业 牺牲你的股市房地产 对啊因为这些公司 他可能背了很多的贷款在投资上面 他只要升息的话 他可能就会挺不住 而且如果因为现在这个新兴国家 也都是借了很多的外债 如果升息的话 这外债的利息成本就很可观了 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到说 那个美国 他在升息跟经济成长上面 他要怎么样去衡量 就是这样 他只要升息的话 其实会扼杀他的经济成长 所以他不断在当中取得平衡 那新兴国家其实更脆弱 对 老师呢 还有一个观众问到说 这个收回的资金 像联准会收回的资金 会放在哪些方面 就是他原来是国债到齐了 然后他在拿到齐收来的钱 再去买新的国债 对不对 而现在是国债到齐了 他不买了 那钱就收回来了 那他这个钱收回来 他意思是说会放在哪里 放在国库里面 我放在国库里面 因为就美国来说 你在国库里面的钱不算钱 你要拿出去动用才叫钱 所以为什么我要去 这个买国债去收钱 或者买国债去放钱 因为我要不是买国债的话 钱放不出去 所以他现在是有八兆多在外面 那是因为他放钱放出去了 那才叫钱 留在国库手里是不能动 其实等于是放在国库里 他就是一堆纸 他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外面流通 他才有实际的操作 要不然你这个印钞厂 一直印钞票出来 那不是都是钱了吗 他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政府就 直接印钞票就拿出去了 那是在过去的 不太民主的国家 那在市场经济里面 他一定要透过这个方式 是钱才做得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天全球震惊周报的小林 那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消息 就是每周日晚间六点 那知名经济学家马凯教授 来上我们的节目 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总体经济趋势 但是也因为他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没想到有人呢 就到用马凯教授的照片 在LINE的里头 开了名叫做马凯线上课堂家 这样子的社群 那里头呢 竟然在分析台股的一些个股的走势 那这个消息 马凯教授知道之后呢 是相当的压抑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LINE上面开过课 所以有任何人用我的名义来开课 那是一种欺骗行为 那是对我的污蔑 也是对观众的一种诈骗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唾弃这样的行为 应该完全不要受他的诱惑 应该只要有机会就加以谴责 那马凯教授在8月16号下午的一点多 也正式到台北市内湖分局报案了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震惊周报 是中天财经频道制作的节目 每周六日晚上六点呢 除了在中天电视之外 也会在这个中天财经频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们从11月开始 有个马凯小教室的单元 都是把观众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制作出来 放在中天财经频道里头播出 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 这个最新的讯息的话 可以到中天财经频道里头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资讯 台湾如果不拿定度 这个一二月的这个情况 作为一个银件的话 我觉得台湾真的需要担心 因为现在芯片这么短缺 而它的工资也可能不是很高 甚至更低 市场也许还够大 也许才是他们边去的 不过我个人是倾向于这些事 从今年到明年 发生通膨的压力是不断地在增大 知名经济学家马凯教授在中天 美国十年级工资 它的职业上升的时候 最先倒霉的就是一些科技股 美国的印太战略 其实它越来越明显告诉你 我就是要取代一带一年 风险高的就尽量不要碰它 比如说房市风险很高 股市风险很高 你尽量不要碰它 他们说这次牺牲的这个立场 看起来有很明显的 拜登的这个色彩 掌握全球脉动 世界总体经济趋势 国际区域情织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到